今天很高興 我們新手父母研習班請到我的偶像 Rita Rita是在私情教育裏創辦人 他們有很多網上介紹和有英文的課程 今天想請教Rita 她從小到大究竟是自己怎樣讀書的 Rita 你好 Hello Melissa 你讀哈佛大學 其實很多家長都想知道 誰知道有哈佛的是不是要很厲害 我都知道你是很厲害的 但是有沒有什麼巧妙或者一個途徑是什麼呢 其實學校 尤其是在美國學校看三樣東西 第一 我們所謂的三個pillar 第一 一定有個分數 有個minimum standard 嗯 那裏都有很多人會過到的 就是它的minimum standard 是的 第二 就是看你的 你對你的興趣 你的投入度 就是我們所謂passion 經常都很想 我們都很想小朋友的passion 是的 這裡遲些都要分享多一個秘訣 就是怎樣去栽培小朋友的passion 還有多一個 你可以分享 好 那 它要看你找到你自己 你看到這個小朋友的自己的興趣度 是不是轉轉轉下去 尤其是如果你有困難 你肯克服 哦 所以你在美國 它比很重分的 它很花圓 就是跌到起身 嗯 現在我們父母各個都很想小朋友 有這個解難能力 或者勇於承擔 或者勇於接受挫折 站起來 嗯 很 value 這件事 第三就是你整個 personality 嗯 你是不是一個 願意 collaborate 嗯 你來了我們的 community 你是不是會令到我們整個 community 會 enrich 了我們 令到我們有增長 嗯 其實就算我們現在是一個企業 也是想想 我們有這個員工 是不是令到我們的 team 嗯 大家會強了 會增長了 你不一定要最厲害 我不一定要最厲害 嗯 但我們 together 我們是不是會強了 嗯 所以其實是一個小社會 嗯 那這三個 pillar 在我自己的 case 我覺得在我的 case 其實 boarding school 幫了我很多 技術學校 嗯 因為我就很幸運 在中學 都覺得數學好玩 好玩 好玩 有 formula 有東西套進電腦方程式 就是那個編程 其實都挺 integrated 是 所以我讀了電腦之後 讀到其實在中學 它只有一個 level 是 你讀完 這樣呢 技術學的好處 它有很多資源 它的師資 是非常之高的學歷 嗯 相對 就是一般所謂 如果是美國 public school 哦 很多老師都可能是 professor level 或者是 PhD 嗯 嗯 所以你讀完第一個 level 那老師就會自己開班 全級可能只有你一個人讀 或者你兩個人讀 其實已經令到你的技能 和你的 talent 很突顯 嗯 你去到申請學校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這件事都幫到我很多 就是 原來你在 讀完你學校的 level 你已經去到可能 college 嗯 的 level 1 或者 level 2 或者怎麼樣 它覺得你對某件事 你那個專注 和你的能力上 是有一個肯定 是 當然 我也是很努力的 剛才講的深教 還有第二個秘訣 遲些分享 就是 我 盡量都是很努力的 所以其實我文科的時候 現在回想 是 其實我文科的時候 應該已經看到自己有一個 strength 所以全級美國歷史 是 200人我一級 是 每個人都要寫美國歷史的一個 paper 那我是top two in the class 我是不懂美國歷史的 是 所以我相信 第一老師給了很大的 老師的質素很好 Balling School 嗯 但是這個要提的 你知不知道 英國和美國Balling School 有什麼分別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要告訴所有家長知道 剛才說的大學 時間表不一樣 是 所以不同的小朋友 會選不同的制度 其實如果大家有做金融的朋友 認識Melissa的 應該很多都會金融 是 和保險 保險金融等等 很多關聯性的知識 看一看學校的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 你就會知道 其實都公開 英國的Balling School 它是要登記的 嗯 所以你看一看學校背後 一看你知 這間學校有多少資源 它會有多少資源給我的小朋友 嗯 你再看看美國 兩個世界 就是經常都說 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 其實真真政治 你深入去看 是有很多指定的 那我會講 那這個財務報表分別 如何演化為 對小朋友的影響 對 對 對 這個重點 對 英國的學校財務報 就算是 Top50的Balling School 是 所謂的reserve 慢慢緊 很多 嗯 不夠營運一年 或者甚至兩幾年 很多時候 OK 就是所謂的reserve 是 就是有數得計的 而且早幾年 英國政府也曾經 提出的那些tax的改革 是會直接影響Balling School 嗯 其實很多學校要一轉 就受不了了 哦 OK 所以當時也有一個 比較緊張期的review 嗯 好了 那你反過來 美國是怎樣呢 是 是 是 就是 一些舊生捐給學校的 所謂的reserve 那美國的 Top schools Endowment 是說 美金 in the millions 就是 in the millions 是 是 是 每一間學校 是的 那麼厲害 那些人捐錢 給自己學校 所以 所以 就是說 文化 對 就是一路甚至 domino effect 是 其實一級一級下去 影響是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 因為他的文化 你會看 Bill Gates Foundation 是的 是的 Microsoft 然後Google 全部都有他的education foundation 嗯 那撇除商業的一些 就是想法之餘 嗯 所以我們舊生 嗯 都會很接受 嗯 這個的影響 我們 如果有一天成功了 或者得著 社會 我們都希望 貢獻給自己的母校 嗯 嗯 那你相 可能是一個privilege 我們會 consider 一個privilege 一個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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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機會去貢獻 那有時候在其他有時候 你會不會捐款給母校 可能是一個壓力 某些社會可能覺得這個是一個壓力 是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榮耀 或者你可以這樣做到 嗯 我也希望有一天做到 那 這個resource 就令到學校資源的決定 開幾多program 對 人人都知道現在要Design Thinking 人都知道要Data Science Big Data Center 我有沒有資源立即請 Big Data Science 我有沒有資源立即開 Design Thinking Lab 美國要做 如果他要做 他基本上有資源去做 嗯 已經不是這個問題 是他的努力 即是已經不是錢的問題 是的 即是錢準備好了 爭取了那些學生 他現在需要什麼 他就要開什麼 對 他相信世界需要什麼 他就接軌 嗯 很大的影響 在我身上 老師不是開了一班 正是給我和另一個很nerdy的男生 正是砌機 是的 就只有兩個人去做 那那個男生應該 一班兩個人 只教你們兩個 只教我們 只教一個都會 那那個男生應該是去MIT的 我記得當年 他進入的 CALTEC 即是世界上最高的技術學校 嗯 即是他們的資源是可以大到 當他發現你有某個才能 他可以為你而開一些 特別訓練你 是的 所以你說哪些小朋友 去Borning School 最有得著 即是既然在身邊 其實香港的學校一定要講 其實香港的學校很多都很好 嗯 今時今日的選擇 比起20年級多了很多 是的 所以呢 都值得一提的就是 其實香港 如果你讀某一些課 譬如我很喜歡旅遊 或者我很喜歡Global Business 或者我很喜歡動物 我喜歡讀獸醫 其實有某幾課 我喜歡Service 我覺得這個服務業 和酒店 和旅遊 文化 尤其是將來回到大陸 我是喜歡文化的發展 是的 那其實 剛才所說的幾課 其實香港都是Top in the world 是的 既然Top in the world 說Top 20 或者Top 50 其實都是Top 20 我讀了這些 既然Top 20 in the world 那是不是真的要走到這麼遠呢 嗯 那就是每樣東西 一定有個give and take 你小朋友去得這麼遠 你就少了時間和家 嗯 和弟妹 是只有幾年 嗯嗯 那既然如果小朋友的興趣 某幾樣東西在香港很好的 你也很重視大家 Family together 是 那你就要選 哦 選哪些東西先走 對 哪些東西先走 那不一定要去到這麼遠 嗯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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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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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